念佛人临终如果见到观世音菩萨 可不可以走 老法师讲习中曾有不可与可的不同说法 请问如何理解 这个可以是你并不知足 观世音菩萨是西方三圣 这个是临终的时候 这是母跟你的冤情在主 不敢实现的 本尊不敢实现 如果你一定要知足 非是阿弥陀佛来接应 我才去观音菩萨我也不去 行 观音菩萨走了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 所以说佛 总是会瞒众生愿 所以这个就是 有可也有不可 两个讲话都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